大家好 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 我是林萧然 最近 因为自称是中共间谍的王立强在澳洲媒体上透露 中共正试图影响台湾的选举 引发国际关注 台湾民进党所主导的立法院立即做出了反应 再次推出了反渗透法 要求以法律的形式防范外国势力干预台湾的政治 而以国民党为主的泛蓝阵营提出了异议 认为此法会对与中国大陆的交流设置障碍 因此权力的阻挡 一时间 反渗透法能否立法成为蓝绿之间的攻防战 对于中共的红色渗透 台湾朝野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成为总统选战期间的焦点议题 今天 民进党立法党团召开了反渗透法记者会 呼吁全民阅读法案内容 用三分钟的时间来守护台湾的民主 据悉 反渗透法将在12月31日进行最终的表决 中华民国台湾到底需不需要这个法 如果美国 澳洲 世界主流的民主国家都有类似的法 站在台湾海峡第一线的台湾 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个法 各政党可以静下来思考 近年来 中共不断渗透海外 危害全球的自由民主价值 引起各国的警觉 去年6月和今年2月 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 分别提出了反制中共政府及共产党政治影响力运作法案 曹案要求美国国务院组织一个跨部门调查小组 并向国会提交公开的报告 说明中共出于政治目的扩大对美政治影响力的情况 调查中共在美国及盟邦操纵媒体 传播假消息 影响学术机构 经济胁迫等活动 去年6月 澳大利亚国会也通过了两项反外国干预的法案 要求游说人士申报是否为其他国家服务 并大幅加重从事间谍活动的刑罚 近几年 澳洲媒体多次揭发 中共资金对澳洲政坛的影响 被认为是澳洲政府快速推动反外国干预立法的主要原因 除了美国和澳洲 目前新西兰 英国 德国和加拿大 也推出了针对中共渗透的法案 台湾版本的反渗透法草案全文共12条 要防范的主要是中共对台湾民主政治运作及影响选举 例如介入公民的投票 总统大选和对政府机构的游说 重点调调防范 受渗透来源的只是委任和资助 而且只针对捐赠政治现金 助选站台 游说 扰乱社会秩序或妨害集会游行 妨害选举或罢免等五种行为 同时加重了刑事的责任 对违法者处以一年以上到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和触罚一百万到五百万新台币以下的罚金 台湾版本的反渗透法由民进党在今年五月底率先提出 却遭遇国民党团的权力阻挡 昨天 台湾的三位总统候选人 在第二次的政见发表会上针对反渗透法议题相互攻防 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持反对立场 要民进党不要用多数暴力强行通过 而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在三轮的发言中都没有提到反渗透法 会后仅表示将对反渗透法做专门的说明 总统蔡英文则要求反对者提出草案当中 哪一个渗透行为是不需要禁止的 不需要处罚的 要求对方不要用空洞的形容词 政府要有所作为 必须要有法律根据 反渗透法已经在立法院讨论过一段时期 而这样的立法很多的民主国家也都在做 台湾比这些国家更直接面对中国的各种威胁跟渗透 但是国内却有一些人阻止 我们建构民主防复法的这种机制 把它视为是一种挑衅 在台湾的政论节目上有名嘴表示 这次的总统大选非常关键 将预示着未来台湾是走亲中还是亲美的路线 我觉得很有道理 现在绿营方面已经直指蓝军 在今年的大选中主打亲中牌 而韩国瑜方面则不断地反击自己是被抹红了 不过韩国瑜对待中共的态度确实是耐人回味 上周六他接受人气网络节目专访 面对主持人提问 哪个国家最危害台湾的安全时 绕来绕去也不肯说 中共是最大的威胁 韩国瑜设先解释安全有多个面向 包括食安 住宅安全 交通安全 治安安全 虽然韩国瑜最后有说国安最大的威胁是共军 但是主持人希望他讲得更清楚一些 如果博恩提这个题目 我们所有国防政策的假想敌意 就是人民解放军 这是我们最大军事上所有做的准备 而且已经70年了 好吧 我听不懂 我要一个国家的名字 什么国家 和气身材 我们要跟全世界做朋友来做生意赚钱 所以和这个字非常重要 好吧 有关反渗透法 台商代表与韩国瑜竞选候选提名 败下阵来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表态也非常的引人关注 本周 他先是表态反对 说如果反渗透法要在这个月底过关 他就要发起到立法院外的抗议 郭台铭的言论被认为是受到了中共的威胁而不得不做的表态 有人指出 本周一 中共国台办主任刘洁一与台启联一起开会 台启联会长李正宏当场公开批评台湾反渗透法 而隔天 郭台铭就说了这番话 被认为是附和国台办 不过 郭台铭又随即登报发表文章改口不反对反渗透法 说自己也想抓共谍 可以说 郭台铭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与中国 有经济 文化等密切往来的台商和其他人士的立场 昨天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飞凡在脸书上贴文表示 在反渗透法之下 所有正常的两岸交流及正常的经贸往来都不会受到影响 他也点名收中共政协委员资金 替马英九刊登广告的退降罗文山 统促党主席白狼张安乐 新党不分区立委名单内的邱毅 退降吴思怀 这类人才需要担心反渗透法 这些人都被认为是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亲共派和集统派的代表 今年的选战不仅台湾岛内在关注着中共的渗透 美国老大哥也早已开始行动 上周五 川普总统签署了美国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该法案首次关注中共政权对台湾大选的干预 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明年的1月11日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的45天内提交报告 说明中共干预破坏台湾民主选举的行动 及美国为阻止此类行动的努力 此题说明美国政界越来越认识到美中竞争并非是两国之争 而是与中共之间的价值和意识形态之争 并且不仅是在美国国内 这一战场已经遍及了全世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旧金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旧金山就在栏目下留言与我互动 我是林肖然 下期再会 欢迎大家订阅